最後我們要上一些小東西 第一個叫做衛星 衛星就是繞著行星轉 但它也會繞著太陽轉 有繞太陽也有繞行星轉 內地行星的衛星都很少 內部行星的衛星都很多 這我前面跟你講過了 偶爾會有人問這件事情 內部跟內地有何不同 有人會問到這件事 OK 還會很大顆 如果有人會講很大顆 不見得都很小顆 然後再來就是 扣掉我們講的所謂的八大行星 海行星跟衛星之外 其他的我們就叫做太陽系小天體 哪有分哪 哪有些海王星外 海王星以外的天體 包括我們要教的小行星 海王星外天體 衛星之類的東西 OK 第一個就是小行星 記住它在哪裡 它在火星跟木星的中間 那麼它的很多很多 有的稍微大顆 有的非常小顆 非常小顆 最大的一個叫古神星 竟然已經升級 叫做矮行星了 竟然已經升級了 它有大小 它帶一些岩石跟金屬 那個古時候有個神奇的公式在去算 哪邊會有行星 跟一個神奇的公式算出來 結果那邊應該有個行星 結果找不到 找一些渣渣 所以有人認為說 它是一個本來要成為 其實是沒有成功的 所以有些渣渣 小行星是 小行星是現在唯一可以由發現者 自行命名的星球 所以就可以去發現小行星 可以幫它命名 有很多奇怪的名字 以前是為了紀念 台北市立天文台的台長 蔡璋憲先生 所以取名叫做張 然後後來現在中央大學 露營山天文台 找了一陀拉谷的那個小行星 就取很多名字 什麼嘉義啦 上次最近在天文台有個台北小行星 叫做台北啊 然後上次有個民間人士 就是他自己發現一個叫做周杰倫 一個叫林書豪 好 那就是你可以記名 所以以後你也有去發現小行星 然後看你要用一個 你心愛人的名字還是什麼之類的 就是你爸媽的名字 來幫他做秘密 OK 小行星 然後注意他什麼地方 火星跟木星之間 然後呢 衛星 Dirty Snowball 英文Dirty Snowball 張雪球 他主要是由冰雪二氧化碳跟灰塵所構成 Dirty Snowball 張雪球 他從古至今古今周外 都把他當作不吉利的象徵 不祥的預兆 Dirty Snowball 然後呢 灰星中圍到邵法星 為什麼叫邵法星 你拖了一個邵法 有一個尾巴叫做會穩 會穩 會穩 那一個尾巴 尾巴哪爆來的 太陽風吹的 也就是說 他如果離太陽太遠 那有沒有會穩 沒有 沒有 所以會心不是隨時都有尾巴 要靠太陽靠的共進 靠的共進 他才會有尾巴 尾巴 一定背對太陽 女生留長頭髮 風從前面吹 頭髮往後面飄 不會風從前面吹 頭髮往前飄嘛 白髮模擬嘛 所以 重點 一 會穩一定背對太陽 二 越靠近太陽 尾巴會怎樣 越長 越靠近太陽 尾巴會越長 OK 尾巴其實有兩條 看照片 看照片有兩條嗎 兩條 一個叫離子尾 一個叫做塵埃 這件事 國中 不教 當做不知道就好了 高中會告訴你 尾巴有兩條 離子尾跟塵埃 國中只要知道 會心接近太陽時 會被太陽風吹出一個尾巴 叫做會尾 會尾 一 越接近太陽尾巴越長 二 會尾一定背對太陽 然後這個歐特雲庫國代 這是我們推測式會心的故鄉 長週期跟短週期 講義的知識塊 你又跟你寫什麼叫長週期 什麼叫短週期 我們現在確定有庫國代 歐特雲還在研究中 歐特雲還在研究中 OK 那這個我們國中也要討論 所以講說它是會心的故鄉 我們會從這邊過來的 這是一顆最有名的彗星 叫做哈雷彗星 哈雷彗星會有名 不是因為它最大 也不是因為它最亮 而是它是人類第一個 知道週期的彗星 有的彗星是一生只來看太陽一次 看過就永不回頭了 有些是回到的火圓形 會定期回來看太陽 哈雷大哥東看看西看看 就是說你們的這顆這顆這顆 你們都同一顆 所以它就預測說 那多少年之後 這個彗星會再來 到時候大家都努力往天上看 果然出現了 所以它是人類第一個 知道週期的彗星 週期大概76年 下來是來訪是2062 61年 我上次我去年叫2062 因為我直接加76 我直接加76 但是後來看知道說 下次的近日點是在2061年的7月 2061年的7月 哈雷彗星 它是最有名的一個會 它來了會引起轟動 大家就看哈雷彗星來了 我相信它2061年 各位有一點點年紀的那個時候 它來的時候還是會很轟動 還是會很轟動 大家還是會來看 歡迎各位到時候 帶著你的孫子孫女 去看哈雷彗星 跟他說 這個小時候老師教過 他說老師教過 哈雷彗星 OK 它是最有名的一顆 然後流星跟小行星有一些渣渣 我們認為它是太陽氣在行程的時候 流下來的 所以研究彗星 可以幫助我們了解太陽氣的行程 補收的樣子 那麼它那些渣渣這些碎片 如果掉到地上 空氣摩擦發光發熱就叫做流星 燒過完 扎到地上就叫做隕石 學渣考過類似題 月球有沒有流星 沒有 因為月球沒有大氣不會摩擦 月球有沒有隕石 有 扎到地上就叫做隕石 就這樣子OK 隕石流星 好 然後呢 有個流星雨 流星就是下好多好多的叫做流星雨 這裡有一張照片 你會發現 它好像從這個點發出來對不對 這個叫做輻射點 叫輻射點 輻射點如果落在獅子座 就叫做獅子座流星雨 所以 獅子座流星雨的意思 不是那個流星從獅子座跑來的 驚死人 不是這樣 就這樣 輻射點在獅子座 叫做流星雨 好多一下子有好多好多的流星過來 為什麼會有這種事情 渣渣 衛星跑過來 被太陽風吹 所以就流下了好多的渣渣 這個渣渣 這個渣渣如果跟地球公轉軌道重合 地球掃過之後一下子吸進好多的渣渣 那就會有好多好多的流星 就叫做流星雨 所以 這個就跟 會心所留下來的殘渣是有關係的 就是做流星雨 流星雨 好 渣渣流進來大量進來一下好多流星 就可以取好多好多的願望 取好多好多的願望 就是要有流星雨 那你知道一下 什麼叫做流星雨 什麼叫做獅子座 流星雨 懂他的意思就可以了 好 這就是跟各位的介紹 OK嗎 OK 很好 請寫課要練習